正在拍攝後面的一間 大家好 現在很努力地買店 沒那麼多時間 親身現場又再落 又再成交比較 做了一大堆工作時花太多時間了 不好意思 剛剛收到資料 最新的 因為很多人看過了 錄了一段影片 不再回去看了 很悶 總之上環四方街 剛剛成交了 只是幾分鐘前的事 說的是21號 地下吉店 住宅契最大問題 一旦住宅契 如果你用公司賣位要付三成稅 但如果你首置的話 你便會付四點幾% 但首置買這麼小的單位好像浪費了 研究面積是410呎 天井94呎 超級淨位 上環找不到一個淨位 合共是504呎 業主開價是850萬 成交了738萬 全城力高 幾分鐘前收到封 今早說最後吹雞 最後吹雞的時候 最終就賣了750萬 738萬 原本業主說超級處男處女貨 六二年十月份的時候 用四萬元買進來 四萬元買進來 現在就成交了738萬 這個位置靜靜地的時候 開一間冇天價便舒服 開一間咖啡也不行 開一間冇天價便舒服 住在這裡也好 隨便 算了 算起來的時候 大概一萬多元一呎 在上環買住宅也不行 如果真的738萬擺放在住宅 我覺得一個四分位 從舖的角度很難從住宅角度看 因為始終我不知給什麼的稅 而且這些位置買了進來的時候 對面旁邊有很多棺材舖 泊車也難 難搞的 但最便宜 全上環最便宜最便宜的地方 從旺的角度 今天沒有理由差事買旺位 沒有理由買這麼差的位置 感覺一個四分 百貨百貨 多謝 想想想你從住宅角度當住人 給他一個五分位 如果你有興趣投資商保基金 當然我們今次選一店最好 百貨百貨 多謝 恭喜